泰中商务可持续协调与促进合作 极致新闻发布会 哈喽 今天丁丁在泰国中华总商会 九楼光华堂 看到吗 今天主流的泰中媒体全到场了 今天来参加由泰国中华总商会 与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 联合主办的泰中商务可持续协调与促进合作机制新闻发布会 本次活动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国大使馆大力支持 旨在加强泰中两国经贸合作 确保稳定持续性发展 并在全球经济变幻莫测的形势下 坦然面对商机与挑战 2024年10月9日上午 泰国商会进入泰国贸易院 泰国中华总商会 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成立泰中商务可持续协调与促进合作机制 该机制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泰国商会第一副主席及该机制联络代表陈培强介绍到 机制将通过各渠道发表可靠深度的经贸信息 增强泰国社会对泰中关系的了解 通过两国合办论坛 公益 培训及教育等活动 推动商务 法律 文化交流 并组织商务对接 贸易会展 为5G 电子商务及电动车 信息科技 物流等新型行业提供合作机会 通过提供商业咨询服务 加强两国媒体合作和鼓励两国企业 严格遵守国际法律法规等 营造良好健康的营商环境 泰国商会继泰国贸易院主席洪百川表示 作为新贸易模式的电子商务 是目前泰中经济合作新的推动力 中国相关企业在泰投资 不仅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 还能让泰国受益于中国的技术创新 使本国产业得以升级 该协作机制将成为有效平台 设法解决新型贸易模式中 面临的障碍与问题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清则表示 这一机制将通过支持媒体传播 可靠客观的信息 鼓励企业恪守法律 得以增强彼此间的相互沟通 从而消除商务中可能面对的疑虑障碍 中国已经延续11年成为泰国 泰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是泰国最大的农业产品出口国 最大的游客来源国 以及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国之一 中资企业在泰国投资 有力地拉动泰国的就业 税收 出口 人产培训 技术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为泰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实现了双赢 近期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组织会员企业 筹措资金向遭受洪水灾害的泰国民众进行捐赠 充分体现了中泰一家清冷温暖 中资企业深耕耗植 在泰为泰与泰国同呼吸固命令 构成了泰中合作的主旋律 协调与处境合作机制 设立了九项关键行动计划 涵盖了信息沟通 出去分享 社会责任 职业基层培训 供应链本土合作 商务咨询服务 法律法规 讲解 媒体宣传等多个层面 是应顺时代不需求的故事之举 我们相信这些计划的实施 将为中泰两国未来的合作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们坚信通过透明的信息交流 有效的沟通机制 以及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 中泰两国的经济合作 必将迈向一个可持续 更烦人的未来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提出了9条非常务实的举措 旨在加强两国间各商务领域 包括贸易 投资 深度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以及解决可能遇到的经济难题 丁丁非常期待 也深信不疑 这9条举措 将在中泰两国 长期以来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之上 在全球形势 分云变换的当下 消除两国商务之间 可能面对的担忧和障碍 并为新兴产业的扩展合作 提供机会 推动两国经济 更为稳定 更可持续的蓬勃发展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我收拾了